五塌塌源自日本那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日本它是受西方的文化所影响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 整个日本是被摧毁嘛 当你被就是完全摧毁的时候 你就会去问自己 西方文化 我把它丢在一旁的时候 我到底是什么 然后就有一个鬼察 叫做土方勋 它就去创造了一个所谓属于 日本人身体的一种舞蹈 那个就叫做舞蹈 第二会是 五塌三样 六嵗 一叶 六嵗 三年 GOK 七新 C9 英数 ,大肆 非常澘 输在争语 Odd Onion 我26岁的时候才真正地学习舞蹈 因为我觉得舞蹈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是因为要记很多动作 然后因为我是肢体不协调的人 就是走路有时候会痛手痛脚 然后有时候也是会驼背的 所以我就是没有想过舞蹈 学习舞蹈 在1998年我和我一位 我观赏了一处舞台剧 那时就是我开始爱上舞蹈了 直到2004年的时候 我就参与了本地的音乐剧的制作团 叫做Musical On Stage 我在那边表演了五年的时间 进入收板之后 那时我就有机会去认识 来自日本的舞踏大师 何利尤姬夫 因为那时候我有一个机会 跟他一起同台演出 结果他一站上台 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 我完全是被他的那个气场震住了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 怎么他一个人站在舞台上 只是站着而已呢 那个气场都可以那么地强大 所以到后来我就下定决心 就是说我一定要跟这个老师学舞踏 因为我觉得我找到我要的东西了 表演完之后我就跟他说 老师我想跟你学舞踏可以吗 老师也没有考虑 然后直接说好啊可以啊 我曾经在一本杂志上面看到舞踏的那个照片 然后里面的舞者呢就是全身涂白 然后甚至裸体 那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厌恶 这种日本的舞蹈到底是什么变态的东西啊 怎么会把这么乖淡 这么奇怪 这么难看的一种现象给观众看 所以那一首我就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 也不可理喻的一种舞蹈 因为他所传到的是日本人首创的舞踏 日本人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在那种战争的煎熬之下呢 身体会产生一种扭曲的状态 我自己本身没有经历过战争嘛 所以我身体是没有这种记忆跟状态的 所以那个过程当中我内心是很痛苦的 我除了达不到老师的要求之外 我也好像是找不到我真正心里面 想要表达的东西 老师也发觉我学习舞踏步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他就跟我说 舞踏步其实是一个技巧 而舞踏真正的精神呢 是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舞踏 这个就是必须要从你的生命绿玉腔里面寻找 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让自己静下来 去真正寻找属于我自己身体的舞踏 在寻找自己的舞踏当中呢 我发觉我的特质是比较 就是紧笨一点 我的肌肉就是比较紧张一些 然后有时甚至会皱眉头 我就很好奇地去想 为什么我身体会有这样子的状态 可能那时候是因为家里有一些不容易之处 所以我妈妈在怀我的时候 可能她的情绪的状态 影响她肚里的孩子 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可能我遗传到我阿玛的这个紧笨的身体的状态 人本来就是不能够逃离黑暗的 因为黑暗它本来就是真实的 它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同一时间我觉得 人不能够只是存在于黑暗或者光明任何一方 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体的 所以我的舞她的方向就是 从黑暗中寻找光明 其实舞她对我来说 她就是生命之道 舞蹈这个舞字上有个无 意思是无我 也表示掏空自我回归本人 Midda Midda i não Sne Midda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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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